哎呦 这块羊排长得太美了 我是不是好像是没吃羊蝎子了 这不是说来就来 我是今天的第一桌客人 我之前看小羊中学吃到馋死了 咱就全家福 这个面食太多了 我喜欢 门丁来俩 再来俩小烧饼 凉菜片妈可以自己选啊 我白夜光的亲戚 哇 这味儿我都闻见了啊 小红汤 真不错 看看这铺子的声音 羊排 羊蝎子 羊尾巴尖 全家福 羊排 哎呦 这块羊排长得太美了 哇 就是 哎 哎 哎 它这是红汤羊蝎子 带着香辣感的 这个羊排炖的是真烂 贼辣脱骨 都是这种小细骨头 是不是肉能啃成狗不离 哈哈哈 它这个羊蝎子肉也挺多的 可能会带一个骨髓 真的 我真的就这个肉一掰就开 哇 我还是喜欢吃全羊肉 就是羊排 羊尾羊蝎子 一定都要有 真的是酥嫩软辣 就是酱香味 香辣味 还有卤料的香味 就是它开锅的时候 就那个味儿直往你鼻子眼里喘 有没有爱羊尾尖的 这小骨头 这小肉 就羊尾羊尖这肉 就贼嫩 然后它还带一点那个羊尾油 一丢丢嘛 充分的利用你的 舌尾跟嘴 鱼肉 能啃成这样 这个辣度还是比较合适 就是那种 微微的 香 看见下面的小红汤了吗 豆角杆啊 可以多炖一会儿 铁锅炖的灵魂都让它放锅子里了 今天来尝这个门丁 哇 这刚出锅的 吃门丁一定要小心就是 看看这馅 那个汁看到了吗 我的汤 它这个就是那种 葱香加肉香 真的是一挤 你看这肉汁 皮不算特别薄啊 但是面香很足 焦脆的皮一大口面香 加汁 加肉香 还有葱香 你看能看到大肉块 答应我一定留个肚子给门丁好吗 而且要趁热 来 白饼拉丁 小烧饼 有乐园的真传 好重色 这颗太美了 这个真香 南边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过来炫 哦 这我 它鵝壁好多吃牛肉面的 是很好吃吗 要不我们尝一尝 吃吗 加份 加份牛肉面 哎呀 这四羊排太解压了 嗯 比少远还大的羊排肉 这个很可以啊 这个 嗯 嗯 留一口独家制作 真的就是这么软烂 哇 太美了 这大牛肉块儿行啊 这家伙感觉给你上了一碗炖牛肉 哇 面条 上色了已经 哇塞 你的 我喜欢的那种粗粗的手感面 粗粗比较牛肉面 有那么好吃吗 好吃 这面就是 筋道且入了就是炖牛肉那个汤的味道 嗯 嗯 牛肉 烂火 特别烂火 而且真是大块儿 真的像一碗炖牛肉盖面 嗯 这个汤底就是那个 就是料香味跟肉香味 你看这颜色深当然不咸哦 我觉得正合适 你看这块连筋带肉 我觉得中午要不想吃锅子 就整这一碗面 真的会很快乐 哇 真好吃 真不错 确实是真不错 偏见全力 咬出了一根完整的 哎 这豆角肝应该是差不多了 嗯 这锅 煮豆角肝巨香 你们最好刚开始 差不多腾点就是给它煮 然后煮到最后吃 饱了 我不得吃过了 就感觉它那个卤料跟那个 红油搭配的浑然天成 哇 这个 哇 这个 这豆角肝真的绝了 太香了 而且就这个红汤 很香 要不然我点牛肉面了 我就下一份手感面进去煮了 你们下回要是用这个锅 煮手感面 帮我尝尝 跟这个牛肉面比一比 跟这个牛肉面比一比 真好吃 嗯 哇 熟 给你们展示一下今天我的成果 是不是非常的整齐 哈哈哈 谢谢大家